刚才我看一个网友在问你 秋天到了比较干燥了 皮肤上护理上有什么建议 我曾经回复一个粉丝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说皮肤的护理就像我们的续电池一样 它是持久的续电 不能断断续续 就是说不管春夏秋冬要持续保养 我觉得网友的问题可能是说 不同的季节是不是在使用产品上有些什么区别 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分两点来回答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持续 持续的用我们平时的护理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洗脸 把毛孔洗干净 然后精华素调理水 营养霜乳液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护理 要持续 第二点呢 我认为呢 到了秋季 像现在这种秋高季爽的天气呢 越来越干燥 在干燥的环境之下呢 我们要注重的保湿 比方说 我们沈阳到了冬天 那天气啊 外面冷 外面很冷 里面很干燥 在供暖的季节呢 皮肤的保湿呢 更要加强 不同的肤质 不同的产品 因人而异 我刚才说的呢 是常规的保养 但是呢 遇到了问题的皮肤 那要另当别论 那另外的一个处理方式 这就要具体问题 具体的分析 不是简单的 就能够说得很清楚 像我们每周呢 还加强的就是敷面膜 两次 每周一定要两次的敷面膜 就是补水保水 然后让皮肤呢 不至于那么干 对 那个 对这件事呢 我也是有一个 观念上的小转变 或许觉得 哎呀 一个男的 我不要 皮肤好赖 无所谓吧 差不多就行吧 我觉得 我可以了 皮肤 后来呢 我发现 做和不做大不一样 是 是吧 这是第一点 其实呢 你应该把皮肤的健康 也是看成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 是 是吧 是 你说我身体哪都好 就是皮肤特别烂 皮肤皱纹 满脸皱纹 皮肤发黄 发黑发黄 是不是 那也是一种 以不健康嘛 也是一种不健康 也会带来 那个就是叫什么 那个 也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美观 不是 影响我们的那种 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状态 对 也会有一个影响 是吧 对 把它看成是这个身体健康的一部分 是 不要想人的就是臭美 对 就好 是 像我们到了这个水数 退休的年龄了 那么对自己呢 不仅仅是皮肤的护理 还有体重身材的管理 那身材的管理也是对健康有帮助了 那另外就是身心的愉快 这都是我们要去抓的时间 抓紧我们的黄金时间 因为七十岁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呢 黄金时间就是现在 是不是 你觉得呢 什么是黄金时间 我老伴对这个黄金时间啊 还有另外一深层的这种分析 分析 大家听听吧 你说说看 黄金时间 我认为我前面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啊 然后学习啊 很多很多的那种忙碌啊 可是现在过了七十了 到了这个年龄了 我觉得我们是黄金时间 那我老伴有意见 这是黄昏时间 黄金时间 黄昏时间 黄金时间还是年轻力壮 哎呀 能跑能跳 能工作的时候啊 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 现在呢 就是养老 贤富家中 这是啊 西洋红啊 可是再红 他也是黄昏了 哈哈哈 哎呀朋友们 过好啊 我可能 过好晚年 还是少女星啊 那个还没长大 居然是黄金时间 我老伴不同意 现在是黄昏时间 黄昏时间 好了 回家吃饭了啦 好啊 不聊了 再见